龙回头风景区 这个是位于海滨浴场 两公里 今天我走对了 昨天我走错了 看一下前面有个大石碑 三个大字 后面就是山 今天早上下雨了 来这边旅游的人非常多 在这个石碑前面拍照里多 同时这边也是关海的最好场景 看一下前面这个木栈道 可以绕这个木栈道走一圈 一千多米长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这个风景 非常漂亮 前面就是大海 相传乾隆皇帝来过这边旅游 来过这边看海 那么在他临走的时候 不断的回头张望 顾名就叫这个龙回头了 因为皇帝是真龙天子 浑珍山下都是龙 这边这个景色超级超级漂亮 特别是下面雨以后 看一下这个远处 森林覆盖面积非常广 前面就一望无际的大海 前靠山 后靠海 来这个地方看海的人 非常非常多 最佳观景点 这个地方就是在星城 星城市内 看看今天这游客多些 今天天气正好不冷不热 昨天是高温 昨天比较热 下面这楼梯 就直接可以下到 那个海边那个地方了 咱们走下这个木栈道吧 我现在走这段 就叫星海栈道 它跟那个龙回头 是挨着的 在一起的 这个栈道 就是在这个海边附近修建的 可以在这个栈道上走一圈 看看大海 这个栈道全长是1600多米 前面还有个吊桥啊 不是很长一段 观日栈桥 走一下吧 看一下这个桥的底下 不是很高 特别特别矮 东林结石 以关沧海 水河淡淡 山倒耸志啊 看看这个大海边 站到我们已经走完了 感觉没有1000多米长 现在外面特别特别凉快 如果说大家到星城 可以直接坐二路公交车 直接就到这个地方 是终点 它这边是两段海边的 前面有一段 那边还有一段 前面就是山 观海最好的来处 大家来星城那边 可以过来看一下 这边是星城 不是葫芦岛 看看下边这人 这个是栈道 下面是栈道 我们已经走过了 今天来海边是对了 非常非常凉快 前面就是那个龙灰头了 我们已经走回来了 这个龙灰头 这个景区没啥玩意儿 就是一个大石碑 然后再就没什么东西了 但是也挺漂亮的 看看看看这个地方 山美水美 星城这边景点 确实挺多的 这边就是欢乐龙关 温泉水乐园 洗温泉的地方 这前面有喷泉 这边都是山 下了空交车以后 我还得走两公里呢 给大家看一下 我昨天走那个地方啊 不对啊 今天走对了 就是这个地方 曾经的皇帝都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美的地方 他就是个传说啊 谁到历史上他到底来没来过 总之这个地方很美 大家来了一定要来这边看一下